動帥… 林偉翰 動帥 謝謝… 大家對我的支持啦 感謝啦 直接提前宣布當選 同學來了 謝謝林洋兒 好猛喔 感覺妳的選民好像 很妙 感覺我應該都是遊覽車 載過來 只是來吃那個飯而已 吃一吃飯 然後發個幾百塊 他們就離開了 走路工啊 對… 連我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呢 佩德羅 我叫什麼名字 來邊寫的 你正在叫同學 厲害了 他是真正支持我的人 我覺得你就是湯姆克魯斯 不是 你那邊叫遊覽他 你那裡有寫啊 沒有 我知道 可是他能夠講得出來 其實也滿難得的啦 是這樣的講 真的…對不對 反正今天就是要講說 就是大家 各國選舉 對 選舉 然後很多人政見都很特別 真的嗎 台灣就有很多很特別的啦 對啊 就是說有一個人說 對 糗的 怎麼會這樣子呢 但是他擁有最善良的心 比任何人都還要溫柔 這難道是 誰啊 立東有參選 我很醜 怎麼會這樣子 好適合你喔 誰說得出這種話 誰偷你的梗呢 而且這種 怎麼會有人把票偷給他 不一定啊 他就出幾招 有些人就支持你一樣 比如說暖南風 對不對 就是我會為大家服務嘛 對啊 而且我不靠外表取勝嘛 對 在你們講我不好看之前 我就說我自己醜了 對不對 等於說 你幹嘛又要看我 講這一句 因為我 因為我 對啊 你就醜了 開玩笑的啦 我跟你講還有一個更誇張的 這個大家有看過 這個老爹 Crazy Friday Crazy Friday 他要在這個 希望引進西班牙的Crazy Friday 用比基尼語郎 然後還有猛男 一堆佩德羅這樣 一堆佩德羅 肌肉猛男 然後來進駐 開闢這個娛樂事業在台南 娛樂系專區 而且不收錢 不收錢嗎 對 他不收錢 然後而且好像都開一兩天 然後演唱會請超多人來的 你看 對 你看他丟這個東西出來 就會比較有記憶點 但是其實這個是台灣 但是在全世界各地 是不是也這樣 選舉文化到底是怎麼樣的 今天我們很多話題 大家都可以來分享 我們先講台灣 台灣有很多選舉期間的這個活動 好不好 我們這 怎麼樣… 要看我這個看板是不是 還有特寫嗎 怎麼樣 他說這個看板花很多錢 他就比1比1耶 還有劉鬍子 阿Kent 你這張照片拍得很特別 真的嗎 我跟你講 你這放在所有的候選人的 那個照片裡面你會被看到 你去想 候選人你看到的是不是都是這種 對 或是比一個讚的 對… 從哥很了解 大部分都是這種 對 然後像你這種穿著這麼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意思 很舒服 而且他是 這是外星人嗎 不好意思 這是什麼 為什麼要開三指 怎麼樣 林先生 為什麼要開三指 這是什麼意思 要你們想到什麼呢 林先生 你們又要想到什麼呢 幹什麼 你講清楚 開三指是不是 我可沒有要 公務化男生或女生 我不太舒服 什麼意思 這個社會現在已經無限上綱了 基本上我們男生的存在 其實就已經犯法了 他可能只是那個時刻 手有點抽筋而已 你為什麼活著呢 犯法 怎麼搞的 對不對 不能這樣 我們大家和諧一點 當然選舉期間 真的有很多特別的活動 對外國的朋友來說 哪些地方真的讓你覺得很不習慣 有沒有 有 就是我是覺得 就是 就是滿滿的都是廣告 妳說毀壞是容嗎 對啊 對 因為導出都是廣告 如果它只有一個詞語 那個叩號那就算了 可是它都是那些什麼 很大的那個帳像都是 是貼在這裡嗎 這帳是要來貼我的 所以 製作單位這什麼莫名其妙 搞分你弄一個這個 然後要我這樣貼 讓你見不得光 說妳毀壞是容 好適合 太莫名其妙了 真的 大家很拒絕說不好意思 因為要把臉當住這樣 對 然後就是它 就是因為都是那個張相 然後大家都是這樣子什麼什麼 賣那個姿勢 然後超大的 然後都是 就是 掛在很奇怪的地方 對 然後像我之前 我也是有一個朋友 他的工作室是在天母 然後我去他的工作室 然後他就是我床戶打開 直接砍到就是超大的臉 都是那個精選的廣告 我跟他說那個 好不舒服 不舒服 你早上洗 感覺他在看妳洗澡是不是 對 他就砍到 就感覺他是在看我 不是 我們就是達到目的為主 大家有看到最重要 漂不漂亮 那再說 因為他 他就是要把那個印象 印在你的腦海裡 其實有規範 比方說某些廣告看板 十字路口 他可以貼的地方 可以買廣告的地方 他有開放 另外插旗子有插旗子的安全道 還有什麼地方 然後有些人 就我以前有個朋友 是把那些競選的旗幟 把它收集起來 拿來車縫成他的一種那種 對 然後各種顏色 在他那塊大的布上面 其實滿可愛的 那些廣告的什麼的 都是有的 但我們看不懂 但我希望他們會去一些藝名 因為我真的看不懂 藝名 還要取藝名喔 因為你看阿KEN很簡單 安心壓很簡單 他只有看得懂 可是呢 我看得懂一個叫 我先黏出來 黃紅成台灣阿成 史階任才升總統 這個他本命啊 小朋友有什麼意思嗎 怎麼會當這個本名 史上最長 世界偉人才升總統 有這個名字喔 對 他就是把自己的名字 就是說介紹自己的時候 就要全部唸出來 是嗎 對 然後我就覺得我們是外國人 我們看這些廣告 我看這個字我都會看不懂 你是 就是你的名字嗎 還是就是你要選的那個角色嗎 我真的看不懂 春華上是這個人區 選手的時候他喘這樣子的 最左邊那個 這個很大的文化衝突 有夠好笑耶 我們國下都會用這樣子的人 其實這已經不是外國朋友 不懂了吧 這連我也不懂 對啊 總是跟Lady這個答案很特別 這個台灣阿成有在紅 因為他除了他就是出席證件 那個候選會的時候穿很特別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不都會收到 那個候選人的證件單嗎 他的證件單名字的確 前面也都打了 就是剛剛那個泰勒講的 後面證件直接貼一個新台幣喔 是個假承 假超人吧 所以他的證件就是想讓他覺得 你投我會有錢喔 會有錢喔 他有說自己是財神總統 是 財神總統會幫大家賺錢 賺錢這樣 這種都怪怪的 他有中嗎 怎麼可能 他這種都不會中 但是的確是他的自由 好像有紅耶 對 他有自由講說他有這樣的理念 然後改名字 因為登記參選是要用他本人的名字 所以他這一定有去護證事務 所改過名字 可是這個辛苦到誰你知道嗎 誰 辛苦到 什麼唱票的人員 台灣阿誠什麼什麼什麼 財神總統 一票 對 台灣阿誠什麼什麼… 他必須要從頭唸到尾喔 累死了 所以最恨他們的就是選務人員 也不能裝手說阿誠一票 不行… 因為要講全名嘛 不要全名 但是這兩年是不是 大家提出來的證件 其實也滿特別的 讓人家印象深刻的有沒有 這兩年像去年就有一個 不知道今年還去年 有一個最特別的 他是說他是女生 他女生 他來競選里長 對 然後提出一個是說 夫妻之間有旅行 弄阿弄之義務 弄阿弄 他強調弄阿弄喔 弄阿弄 弄阿弄 他住在哪一弄 各位可以看 弄阿弄 好漂亮喔 婚後不旅行弄阿弄之義務 提案立法 經老婆舉發一次不弄 即乏買愛馬仕包包移款 而且要買愛馬仕 女生不配合 男生不配合 男生不配合的話就要賣給女生 一次不弄就要一個愛馬仕 沒有問題 這是真的他的證件嗎 真的… 我第一次看到 我以為是那個迷茵 梗圖 結果後來我真的上網去找 然後就看到這個人 然後他的證件真的還滿誇張的 證件發表不是說要打高空 還是要做到 像我覺得有一個我聽過最實在的證件 簡單就一句話 他是在那個中南部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一個患者 一個男生 他是輕度智障 他的打的口號叫做 他這個邏輯 就是對 我們不能夠發表什麼 因為就好像蕭黃旗 在講自己的事情 對 我們不能開他玩笑 但他可以開自己玩笑 可是我後來發現 說不定他是很有才 是很有基本的認知 會講出這一段應該是有 對 因為 而且他會幫身心障礙發生 對 然後還有我覺得 這種人通常不太會騙人 就是他做事反而比較實在 我們有沒有去檢視周遭 有些人就是可能傻傻 愣愣 憨憨的 反而他做事情很實在 叫他做什麼他就做 他乖乖的 所以政府給他什麼 要執行的事情 他就做得很好 也許 所以我就覺得 他是最有才又最實在的一個證件 對啊 有些很聰明的人 哇 講很多很厲害的話 但是也都在騙人 空投支票 空投支票對不對 這一點你有沒有感受到 除了你們剛剛講的那種 很奇怪的證件以外 我之前在運林念書 看到我那一區的里長候選人 運林 對 我還發現他們連證件都是空白 連寫都沒寫 蛤 是真的空的 是真的空的 沒帶證件 你沒寫我們怎麼知道 你會做什麼事情 還是我們就要靠感覺這樣去選 起碼貼個一萬元鈔票嘛 對 起碼嘛 起碼都要 對啊 而且我們是要靠感覺選嗎 還是我們像選媳婦 我就選女婿這樣 可能是看 他看面相 應該是 對 應該是看哪一個順眼去選誰 這樣子 他可能覺得空白 大家反而印象會深刻 有可能 來 泰田也來分享一下 來 這個 因為我是喜劇演藝員 所以問過台灣朋友 在台灣這裡有趣好笑的藝人是誰 很多台灣朋友跟我說 這裡有趣的人不是藝人 就是 政治人物 對 那時候我聽不懂什麼意思 後來嚇了一跳 真的日本跟台灣的政治人物 完全不一樣 那個真的很有趣 很好笑 因為他們常常 除了唱唱電視節目以外 還有有自己的YouTube的頻道 還有那個唱歌跳舞 對 還辦演唱會等等的 真的 非常好笑 很有趣 像是那個柯B 柯B 對 唱唱播出 對 自己的YouTube的頻道 還有那個前陣子他為了賺錢 那個舉辦自己的演唱會 他要找那個贊助 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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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不會有這種事情 不會… 太誇張了 對 這樣的話 真的嗎 是嗎 可是我們很多候選人 都會盡量想要跟年輕人拉近 對 拉近距離 還要開直播什麼的 對啊 唱歌跳舞 新世代的票 對啊 對… 日本的話真的不會這樣 日本真的不會做這種事情 我有日本朋友跟我分享 就是他們在日本遇到 也是有很有趣的候選人 有沒有看這上面這一位 他說 他說他的證件發表 他是說我每年固定會有 一到兩次的 怎麼會這樣 他一個簡介不一樣 他是寫病 跟我屁事 怎麼我們要看你的證件 他寫的是他的病例 每年一到兩次腰會閃到 這邊有個女的很厲害 她38歲 看好 她的證件是說 她有合法的獵捕 就是狩獵 他可以打獵的證兆 然後他可以表演絕活就是 把一隻豬卸掉 這什麼證件 但是我覺得好 他如果當名義代表 這種就是說 他可以警惕說如果那些官員 你如果 你不好好做事的話 對 然後該省的法案 該做的事情沒有做 被我抓到的話 大蟹八塊 對 就大蟹八塊 女殺手 女殺手… 去當廚師會講 這個男的就妙了 就不懂他為什麼要 提出這樣的一個說法 對 他初戀是在幼兒園的時候 跟幼兒園的老師 對 但他是男生 可是他的老師是男的女的 我們也不知道 但他就要把這個當成是 他的一個重要的一個資歷 學生戀 你們日本好像也沒多正常 對啊 你現在敢說我們 我才奇怪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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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我們在日本 對 我也提這個 太奇怪 會不會我們到日本進去 看到以為是雨多田光開演唱會 結果進去看到他在殺豬 看這個的話我也覺得奇怪 可是 這個不是他們自己的賞名 應該是深夜節目寫的賞名 深夜節目幫他們寫 不是 後寫了自己的賞名 對 看來台灣的時候 就看到 因為看電視多 就看... 我就很好奇問我老公說 你們台灣的政治人物呢 可以當兼藝人嗎 而且是搞笑藝人 血腥藝人 因為大家都在笑 我雖然就是他 聽不懂他們在表演什麼 但是大家都在笑 我老公就完全是 就完全聽不懂 有一天我就看到全民大夢國 然後大家都在講 而且很多政治人員的一些 就是角色 然後他們講來講去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這個這個 我老公說你在說什麼 他們是藝人好不好 對 國防 平時都是人物 從哥就有太多景點 對不對 所以你把那個 我們那個大悶鍋的節目 當成是真的 真的 以為是真的 因為在台灣 那真的很抱歉 我相信這也不是我們所樂見 畢竟我們當年在節目上 沒有一個是真的人 但全部都講真話 我們那一群節目的演員演的角色 只有用周杰倫的一首歌可以形容 叫做後援甲 結果說我們要分得清真假 所以真正的候選人 他講的是真話還假話 希望大家要睜大眼睛 我們要明察秋毫 算可以真的為大家做事 你說好不好 當年演員演員 來到我的現場 香港的朋友聽到我們說 你說這樣對不對 他說台灣總統 怎麼帶著大家講髒話 講髒話 對啊 我們是講對 不是講 要搞清楚 說對啦… 是台語啦 太厲害了對不對 好帥 現場版對不對 天啊 這個是比本尊還像本尊 真的 那個節目真的是非常的經典 對 好 OK 接下來是達夏 對 就是我發現就是除了 就是一直刮那個廣告以外 他們就是修圖也是修得太誇張了 因為 好像耶 現在好好買 一定要的 愛報 一定要的 被抓到了 對啊 我就是 我有一次看到一個海報 然後我想說 這個小姐長得像巴蒂娃娃一樣 就是把它修成就是漂亮漂亮的 對啊 我就想說 有這種人嗎 我就是很好奇就查他的真相 然後就看到是長這樣 就是查了這麼多 周一至周五晚間九點 周年綜合台 同學來了 我們在五十二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線流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被聽見被看見 我們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和節目 全都在裡面讓你一次滿足 有這個 喜歡我的家 這份集合台 是 也沒有 有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